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這個瘋了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真的無端端吃 罰你兩拳 所以第一隻轟綠繞臺的時候 幻象IDF第一隻星空攔截驅趕 蔡英文就巴黎幣了 立刻給他一個勳章給他 我心想 這些不斷有 你給他多少個勳章 三百六十五個 罰你了 一天幾次 第一隻你就給他了 暗間以後的你給不給 結果沒得給 多餘的 共匪要飛就不是一次飛了 他每天來飛 時時飛 成為常態 不是一天一次 不是隔一次 一來好幾次好幾隔 每次好幾隔飛 我們對於對方的機場的動態 我們是一起掌握的 好啦 IDF 郭鳳說IDF會長處澎湖 應付一些突發的狀況 以前IDF冬季這個時候不會平白的 因為那個冬季風太厲害了 現在考慮會長年 每一天都會有IDF 長處澎湖 到時候長處也沒用了 很危險的 因為他一超越了中線 其實要過來台灣是講幾秒的 不是講幾分鐘 但是老實說他要飛過來 含家產不就只有一分鐘 其實就像國防部長說的 其實就是的 其實在對岸每個機場 其實兩邊都知道 你什麼時候哪個機場有什麼飛機起飛 他們全部知道了 兩邊都知道 要報的 不是 報人不報的 反而對岸的狀況 但是問題就是 你在雷達只看到一點 在那邊斬著斬著 你是判斷不了那隻 現在是判斷到的 很多人知道 但是只有十多二十分鐘 你做預備的 其實你是 不夠時間的 就是你由那邊 我當下門這樣起飛 其實十多二十分鐘已經到了台灣 好了 我們不說這些了 我們又說其他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 就在5號公佈了台灣 國立台灣大學 台大 由195名跌至198名 如果根據以往的說法 如果跌過了200名 就不入名次了 都是說二百強 就是二百零一那些已經不入名 當然你可以報 它會去到六百七百都有 但是 如果 它一般來說都是二百強 那如果 195跌到198 其實只剩下 尾三 就是剩下兩個位置給你走 尾二 還有兩個位置還在 第三 跌三個位置就沒有了 就是二百零一就沒有了 二百多在 其實二百零一都有的 只不過說 去入了二百零一到二百零 對 那些是說區間 那個區間 對 就是說區 對 變成不是一名名的數 好了 那 又問一下這些大學生 這些博士為什麼搞成這樣 我不知道 我有沒有讀過大學 首先 這些排名 其實知道 可以 你說得南少爺又未至於 是真的 緊攻參考 緊攻參考 但是老實說 你怎麼給了這些排名呢 你看 你看這些排名 其實 也都有人質疑過 那我就看到 雷炳明就說過 你香港 港大最高到二十七名 你給美國人 那些出了不知幾個 樂業貝爾獎那些 你排名更高過人 有沒有可能 另外 就好像 前個多月 就 CityU 城市大學 就被人揭發 原來就是買排名 原來這些排名 可以買的 那你怎樣呢 你就請他過來 做評鑑 你看哪些機構做 現在就說這兩個 一般 香港比較多人 是說的 一個QS 一個Times 其實本來 是同一個 同一個報告 但是 本來合作 到09年的時候 大家就刷開了 但是現在 亞洲地區 就被人多人說 就是這兩個 其實去到外國 是不是這麼多人看 就好像未必 其實 那些排名 為什麼要排名呢 第一 他們說自己是 那些C大學的機構 評估機構 其實他們幫人做獵頭 第一 第二 就是幫人做些什麼 就是捐錢 拿贊助 拿完結經費 那些 很多錢都要玩這些 那時候就要看它那個排名 和它裡面的狀況 那些 那些 那些排名 所以其實 它是有個 在國際上 有人看的 這個 這個 其實 我講的就是 緊攻參考 不是說沒有參考價值 只是緊攻參考 因為部分來講 比如 這個Times 跟QS其實都差不多 它主觀成分 是比較重一點 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會跌 如果可以說 它真的有偏見 但是偏見 也反映了一些問題 有一個 它的主觀成分高 譬如 它就是 國際聲望 譬如 我就會來問一下 錢興 你對現在的大學的排名 怎麼看 宋主委 好 錢興 你讀過多少大學 你可能認識這幾間 你對其他那些 或者就說 宋主委 當然北京大學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 你 這一點 我們知道 你這個聲望 其實是不能量化的 聲望你不能量化 我們 你做一些排名的時候 你沒有量化的東西 就沒有一個標準 但是我實在說 怎樣也好 或者我又探討一下 就是 怎樣出現了這個情況 我先說 因為他 泰晤時報 這個 刊文 他都說 以什麼做標準 剛才你說 沒有量化的 有的 有的 好了 以科研的成果 第一 其實我也看到了 他的研究指標 就是研究的國際學界聲望 是19.5% 另外一個 學術論文影響 是佔30% 這個很重的 好了 這個有問題了 論文引用率 這個 阿錢 你應該知道 其實 你有一些地方 是可以算出來的 你上面找到的 好了 這個引用率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會發覺 有些部分 大陸的學校 那些論文 你可以看到 大陸的論文 引用率 非常非常之高 是 有兩層意思 第一個 純學術的角度去看 第二個 人為角度去看 純學術的角度 就是你的文章 在一些所謂 國際認可的核心期刊 登出來了 於是有很多人 寫文的時候 唯一要加強自己的論據 就引用了你 然後就在一個 注釋那裡 說明 這個現在能夠統計 第二 人為 好像你所說 內地的學校 玩遊戲 互相引用 你寫完出來之後 我引用你 你現在 大家炒下去 你在那個位置 你在那些核心期間 即二線的核心期間 已經出來了 我便引用你 你便引用我 我便高 還有一個 教學品質調查 15% 我這個論文引用 我先講 我只是講 學界聲望 和品質調查 加起來 已經是35% 好了 其實這兩個 是非常之主觀 非常之主觀 但其實它計算什麼呢 其實 最重要的就是 所以 香港很多學校 很懂得說這些東西 他用了一筆很大的錢 去請人過來做客作 過來做講座教授 所謂 買論文 即是你講座教授 過來半年 其實他在那裡 不用做什麼 但你已經在那裡加分了 因為他過來做講座教授 譬如舉個例子 找陳大華人 他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來到做廣座 一個大學教授 其實可以兼很多廣座教授 對於那間大學來講 他便會取高分 所以在大學裏面 有一批人 是真的專攻這些東西 聘請一些門派的學生 為什麽呢 譬如你是某某學術領域裡面 某個大師門派的學生 我就聘請做講師 為什麽呢 透過你 就叫你師傅過來 那我就高分了 是不是 即是那些玩法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看到一件事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麽呢 就是人家看你 我們現在在玩國際遊戲 如果你說玩國際遊戲 但玩國際遊戲 你就要跟著這套玩 剛才說的 就是可以參考 但我看過是緊攻參考 但你講到台大排名 我相信其實都幾接近真實的排名 反而香港那些呢 香港那些呢 其實香港那些呢 就有些 我們先拿個表 我們看一張照片 最後一張照片 牛精第一 你去講到北大去到27 其實呢 講大到40 其實呢 我覺得就真的 譬如你看到新加坡 你去到22 這些其實呢 會不會是真是 國火一些呢 他27 為什麽比27 比2730 他呢 因為他計算那個什麼呢 計算那個校友 他的校友成就 那個分高 即是為什麽呢 譬如有一次 馬來西亞大學 排名是三十幾 原來呢 他將他學校裏面的華籍學生 都當了是外籍生 結果第二年被人說 喂不是喔 這個不是的 即刻掉了二十幾名 那這個 在這一環節來說 其實呢 在台灣的學校 是很消失的 你的問題是 你現在是 為什麽呢 就是香港的大學 近年會很著意 找大陸的學生 我很不喜歡說內地的 即是非香港的學生 現在主要是拘捕大陸的學生 原來大陸的學生 在去的評級機構來說 他都覺得是國際學生 是外地學生 是 是 在菲律賓那些 另外 在過去的排名裏面 他就要講去的機構 是否認識你 所以 在非英語系的大學來說 好事看 你發覺 在這些排名裏面 前五十名 你發覺沒有什麼非英語系 地區的學校 除了這個 東京大學那些 其實東京大學好像沒有入五十名 第五十名左右 你發覺 在五十名到八十名之內 八十名之內 其實沒有什麼幾間 是非英語系的學校 你想想 德國的學校 為什麽非英語系的那間 因為他的玩法 他就是 我熟英文 英語系的那間 他才去 還有另一件事 國際幾個大獎都用英文 不是大獎的問題 因為你發覺 你看到 譬如拿下比獎的日本 或者歐洲國家 非英語其實是不少的 但他都是貼著英語 英語是國家拿的 譬如說 譬如一個 炮大獎三個 會貼著非英語 我們有位網友 在我留言 其實都講得很忠肯 第一 你那個 所謂大學教授的工資 這個其實是 一回事 其實就是 九萬 十萬 都不齊頭 十萬元台幣一個月 其實這個就不關事 都關的 大哥 被人挖角 我五十萬元 這個月 在台灣 其實 那些教授 另外一個就是研究經費 真的很拼命 你拿研究經費 在那邊賺錢 喂大哥 那我不需要研究經費 我只需要研究工資 你知不知道 做教授怎麼做法 這一點其實 也都不是在一個評鑑裏面 還有 你要團隊 還有 問題就是 台灣的出生率也低 讀書也都 入學的人也少了 但是大學就多了這麼多 本來只有十幾二十間 去了八九幾間 喂 那些資源自然是分駁的 不要搞錯 你資源其實 在那些傳統名下 就是剛才你說 這次針對台大 其實台大的資源 是完全沒有分駁的 不是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資源分駁 這是另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你排名不高 你沒有大教授在那裡 你拿不到國際性的資助 其實很多 劍橋牛津那些為什麼有這麼多錢呢 就是因為他的大教授多 那些國際資助多 那些校友有 那些大商家有賣專利 有培育你出來 那些錢就是腳腳的 那你說那些校友 就是知名校友 那不是看你捐多少 是知名校友多少 那是台大 其實知名校友真的不少 他不是看你捐多少 他不是看你捐多少 他就是看你出來 還有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是團隊 做大學教授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我二十多歲 我四十多歲 拿一個博士進去做大學教授 第一 我一定是從低的 所以我真的很威風 公司 就要副教授 副教授要過的 要過巴 怎樣過巴 每年出幾篇論文 玩那套遊戲 就是什麼呢 即稱 即升到即稱遊戲 我要過 我的論文 那些論文 通常是很功能性的 一定要有人登 過了副教授 你的教授 開始拿錢 拿錢做什麼 做你的研究團隊 即好像現在的名師那些 你一定要有一個研究團隊 你才有新的東西出來 有新的東西出來 才有國際知名 拿到國際名 然後才有人認識你 你就可以拿到什麼 其他那些 資助 分頂 大學之類 你研究團隊很厲害 於是說我給你辦公室 你的位置是穩 你要多研究生 多研究生的時候 你又多資助給你 大公司又找你 你幫我研究這個專利 這個專利就是我的 30年之後就給你的 那錢就多了 所以為什麼 香港玩這套遊戲 玩什麼呢 玩醫學 香港的醫學 錢多到飛起 為什麼 就是想不溫 香港的活乾兒 就是全世界第一 為什麼呢 研究團隊好 有多名師 那就贏了 其實玩那套遊戲 台大最大問題是不玩這個遊戲 我想很多不解 其實是台灣 以我 我們回來坐 以我的老師為例 說三十多年前 我們最賺錢的老師 是一個港師 港師 但是三十年前 你現在玩的時候 他就是去找研究經費 其實在很多 就是你怎樣去打動一些商家 給你一個研究經費 就是給你一個項目做 台灣來說 台大來說其實他的教授 拿到的項目其實都不少 那現在這個排名跌 那其實就是 主要來說 他是不懂得玩這個排名 就是在台灣的學校來說 不懂得玩排名 另外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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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因為你這樣影響過他 豈舍他會來的 另外有一個大家可以看看 是上海交大出的排名 這個相對比較公道 你會見到他的排名 你會跟外國的有些不同 台大排名是比較高些的 你會見到在外國排名 成大理大是很前的 在上海交大 台大前年是排第二、第三 現在都下跌了 去第九位 他的清大 新租清大是排第二、第三 他的評分方法又不同 他真的全部可以量化 沒有這些主觀 例如看你論文刊登的次數 他就不是引用率 他真的在一些指名的期刊 你是登的次數 以及一些完全 譬如你研究經費 一些可以量化的東西 不同說很主觀 你升和 我問一下宋祝衛 你對這間校的感覺如何 這些感覺走的 完全是沒有一個準則 我們要用一分鐘說這些 我們說馬英九 去年的隨即夜 去了高雄綠合夜市 很受歡迎 往時他下去被人潑油漆 馬英九是一個漂黃毒藥 大家都希望你不要來 這次不用了 這次12月31日 2017年10月30日 大隨即夜 竟然大受歡迎 那些貴子佬 遊客 那些攤販 最早攤販 在招牌上簽名 你來 你來 我就來 我知道夜市不景氣 我來這裡打氣 幫大家幫幫忙 結果走了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二百公尺 二百公尺 三個小時 主要是要跟他拍照 那些攤販 又要找他簽名 他來者不拒 是的 此一時彼此 當然他卸任總統 因為很多事都不需要他負責 要啊 M503 黃定宇都說 是要他負責 民進黨說 所以問題就是 變成卸任了 他也沒有總統的重責大任 變成他很多應該要負責任 應該不需要負責任 以及現在有一個比較 可以看到去就任時候 和卸任之後 現在新任的政府下來 大家在民身上 因為攤販 直接是可以感受到那個景氣 沒錯沒錯 我們經常說八年之後 當師我 都不需要八年了 兩年多兩年的光景 大家已經視乎 結束之前 其實也報過一些新聞 因為今天在台北審勞動法 在六點半左右 一些勞工團體在台北車站 憤怒鬼 因此火車停擺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今天應該三讀未必可以完成 大家看看 已經整個北部外區都幾乎有戒嚴 等同戒嚴 那些刀片 那些距碼 以前馬英九 說一下就已經被人罵到混蛋 這次真的做 好啦 大家關注一下 下個禮拜 拜拜 下個禮拜見 下個禮拜 五花 我以為你在大雨 店街這時 會 ναorts 操噴火 有 tant 麻又你說 更多 停 下個禮拜 如果 這樣